成熟饱满的骨子总是低着头,越是真正有内涵和能力的人,越是低调、沉着、安静从容。 我们需要学会从容地面对这个世界,用知足宁静的心去面对一切得失。 其实生活合走钢丝一样,永远不要流于极端。 当我们痛苦时就想想往日的美好,当我们付出没有得到回报时,就想想曾经自己也得到过别人的帮助。 当我们认为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不要忘了还有一个高贵的灵魂。 如果我们尝试着用这种方式来生活,很自然的,当我们走到某一扇门前,不用敲门。 他自然就会自动打开,真正的勇者,该前进时就绝不退缩,该退后时也绝不鲁莽。 真正有胆有识的人,该出手时绝对不能退缩,不能有半点畏惧之心。 他们总是那么镇静,能够骗人的不只是眼睛,耳朵,嘴巴,还有心。 而且眼睛,嘴巴,耳朵只能骗你一时,但是心却会骗你一辈子。 所以无论何时,我们都要诚实地面对自己内心的矛盾和污点。 不欺骗自己,无论何时何地,内心的镇静才是真正的淡定。 一件事情是否流于形式,只有自己的心知道。 一个人的身躯虽然只有六尺之长,虽然有生有死,但我却要告诉你们, 苦的起源,苦的中止与倒向中止的道路都在其中。 你自己的天堂与你自己的地狱,都在这六尺之躯里,所以人要注重自身的修行。 生活中,我们不要给自己太多的思想压力,其实有很多压力都来自于我们的内在身心, 所以要懂得及时放下,只有这样,才能接受新的东西,才能健康快乐的生活, 才会真正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有一份平心静气,那些痛,自然会消失。 任凭外界如何风起云涌,你都会保持一颗安静的心。 人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不明白活着的真正价值,追逐世俗的金钱,爱情和名誉。 心灵被蒙蔽,失去了自我,事实上真正的快乐来源于奉献,来源于施舍,来源于付出。 当你真正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之后,才能发现自己活着的真正价值, 才会真正明白生命的真谛,才会真正活得快乐。 心是身体的主导,心里怎么想,身就怎么行, 人要降伏自己的身心,使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 但首先必须降伏自己的心,能够降伏自己的心,身自然就听话了。 生老病死乃人类繁衍生息的法则,所以没必要总是沉静在悲伤里。 死亡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必然的,关键在于对待死亡的态度。 一味抱怨并不能改变这个现实,那么最好还是接受这个现实,以宁静的心态来面对。 如果心念被打扰,就像石块落入水中,必然引起内心的层层波澜。 当人被迷了心窍,一切纷扰就会分至他来。 身是假的,心是真的,身比做佛堂,心比做佛像,心不可动。 一个人独处也是如此,在热闹场面心仍不动,赞叹毁谤亦不放在心里。 心永远是定的,心中无事就不夹杂,静念相继就不间断。 水绕山而行,遇海而入,遇到分水岭就分流开来,遇到会河口就汇聚一处。 他的不顾值,他的筋骨柔顺让他川流不息,永远充满生机。 为人处事之道就是不要刻意地去强求,去改变任何人或者物。 正所谓遇事强求,徒伤感情。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就要当一天和尚壮一天中,而是要顺其自然。 不抱怨,不躁尽,不强求,不悲观,不慌乱,不忘形。 这是一种大觉悟。 只有心性矿达才能以柔克刚,以至圣勇,人生才能顺畅圆满。 人们为了自己的理想一路奋斗,但当你置身于名利场上之时, 当你面对孰清孰众的抉择和金钱的诱惑时, 只有心如止水才能不被诱惑俘获。 世间人也要经受得住生活的各种诱惑, 坚定自己的信念,加强自己的定力。 不要轻易为欲念控制,只有坚持操守, 坚持原则,才会使你的道德得到提升, 人格得到升华,成为一个更加受人尊敬的人。 人生在世总是经受很多考验, 纸醉金迷的生活容易迷惑人们的心智, 让生命中那颗通令的自然之心沉睡。 在繁忙过后的瞬间, 我们要学会卸下疲惫的重担, 让心令回归通令的自然之心。 人生中我们该放下的东西太多了, 事业,爱情,家庭,金钱,荣誉。 但是放下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够做到的。 也正是这样, 很多人过得很痛苦,很累。 所以,必要时放下其实是通向幸福, 得到解脱的最好捷径, 也是通向心令自由的桥梁。 心态决定人的行为, 人若享有超然的定力, 必然要有超然的心态。 好心态是一种定力, 是来自人们内心的超然与宁静。 人活的就是个心态, 有的人年纪轻轻, 但是心力衰退, 心早已经老了, 有的人虽然年事已高, 但是心力旺盛, 精神饱满, 老当义壮, 心老人必老, 心童人必年轻, 所以要以年轻快乐的心态, 对待生活, 对待工作, 对待周围的一切, 好好的活, 争取多做一些有意义, 有价值的事。 人如果迷失在金银财宝中, 就失去了其他直觉, 若不回头反省, 就会做了金银珠宝的奴隶, 永远找不到真正的自己, 人们只有不断反省自我, 追求内在的真性情, 才能做到不自卑, 不烦恼, 才能够心态依然, 对稍纵即逝的东西 不要有太多的欲念, 应该把心思花在对真理的追求和探索上, 真理永远不会毁坏, 真心本性财是人世间最珍贵的财宝, 世事无常, 人生难料, 有时候你觉得暗淡无光时, 雀风回路转, 重见光明, 有时候你春风得意马蹄急的时候, 却忽然发现前面是悬崖峭壁, 无论是得意还是失意, 只有把心态放宽, 人生之路才会通达无阻, 不管经历多少变故, 都要保持真心不变, 只要心念不变, 不管多少沧桑, 你还是你, 一个人的信念和理想是绝对不能丢弃的东西, 只要自己的梦想不破灭, 生活就会有激情, 有希望, 任何时候, 尤其是危难之时, 一定要将心放宽, 内心的豁达将帮助你走出困境, 改变人生, 人生的路有千万条, 每一个人都选择了不同的路, 但是结局只有一个, 所不同的应该是你走向这个结局的过程, 而这个过程的不同是由人心造就的, 善之时很难遇到, 但是遇到之后, 你也不一定喜欢他, 因为看他的样子, 听他的讲话, 都觉得格格不入, 他说的是苦口良药, 但世间人听不惯, 乐缘是引人造罪的因缘, 随时可以遇到, 而且你很喜欢同他交往, 以后吃亏上当, 已经晚了, 所以遇人遇事, 要先分清善恶, 再决定进退, 世间人原本就有很多扮想, 教一个心存正气的有品味的人做朋友并不容易, 有时候, 反而是我们恰恰能被别人看透, 想要不被别人看透, 并非隐藏心计就可以做得到的, 真正有效的方法是让自己没有心计可循, 做人就是如此, 只要你有心计存在, 无论隐藏得多深, 最终还是会被人探查到, 所以要不想被别人探查到心计, 就要做到心无外物, 情感太盛容易冲动, 太理性容易决绝, 没有人情为耳, 七分理性三分情感, 是刚刚好的温度, 无论现实多么残酷, 生活多么窘困, 我们都要积极地去面对, 靠自己的双手和头脑去创造美好的未来, 一个不动手, 永远等着别人施舍的人, 是不会找到自己活着的价值的, 更别说实现自己的理想了, 在付出中最关键的是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清醒理智地看待面前的问题, 只有这样, 人生才能不断攀缘, 大多数人喜欢以别人为参照物, 来检验自己的成果如何, 其实我们自己才是衡量成就的标识, 无论谁走在你前面, 或者你走在谁前面,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静下来问问自己, 我距离自己心中的目标还有多远, 自己心中的华像心像, 往往就是自己的外在形象, 所以当我们在心里将自己塑造成什么样, 往往就能成为什么样的人, 无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敬业, 只要真诚修行, 一心向善终成正果, 哲学上说, 透过现象看本质, 佛学认为, 一切凡尘俗事都会成为修行的账业, 善家修持, 也可以成为助缘, 其实无论出家还是在俗事, 我们都要保持一颗另会的心, 都要学会通过一切迹象洞悉事物的本质, 当事情的最终结果还未知的情况下, 不要急着下结论, 人的双眼没法与真理抗衡, 有时候亲眼看到的未必就是真实的, 更何况世上的事实时刻刻都在不停地发生着变化, 因此要多一份耐心等待和观察, 而不是过早地贴上标签, 打上烙印, 以免留下遗憾和悔恨, 以为正走向幸福之路, 其实是踏上了迷途, 人们误入迷途, 只是因为原来那颗聪颖无瑕的心被贪心掩盖了, 以至于失去了辨别能力, 只有不起贪念, 保持自己的无瑕之心, 才能看清通往幸福的路, 人生的意义不是享福, 而是经历实现梦想的过程, 经历通向幸福的过程, 所以有梦想, 有创造, 有挑战, 有目标的人生才是幸福的人生, 一切被烦恼锁扰, 被诱惑所蒙蔽的选择, 都是离自己越来越远的选择, 第一条本来就是做人的一种智慧, 得意不张扬, 失意不自卑, 这样的心境能让人回归平静, 这样的做法也为今后任何的可能保留了几分余地, 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认识不够, 心中不能自主, 就会经常受外境的影响, 自己的喜乐优酷都被人左右, 便是失去了自己, 不要太注意别人对你的想法和看法, 你活着视为你自己, 把外界的印象看淡一些, 你会生活得更加轻松, 只有顺着自己的路向前走, 你才不会在乎别人怎么说, 第一条智慧才是由内而外的, 凡事只有真正从内心出发了, 你才能给自己留足了可以发挥的空间和可以回旋的余地, 行为是由内心决定的, 心有所想, 必有所行动, 不管你多么用心隐藏自己的心计, 你的行为将把你的所想展示给众人, 如果一个人只知道罪心于功力, 便会被名将力所付诸, 如果一个人斤斤计较别人的褒贬毁欲, 必会患得患失, 贪欲争名夺利, 哪一个不是伴随着烦恼、焦虑、嫉妒和猜疑, 遇到问题, 重要的是自我解脱, 而不是求人解脱, 平心静气就会心安, 就不会有恐惧和担心, 只有内心平静如水, 你才能直面一切, 战胜一切, 名字只是一个符号而已, 对你的人生没有丝毫的意义, 身边的人能不能够认可你, 不在于这些毫无意义的外在, 而在于你自身的能力和品质, 多一份能力和品质, 你就多一份从容, 人就像是一台有很多频道的电视机, 我们调到佛的频道, 我们就是佛, 调到痛苦的频道, 我们就是痛苦, 调到微笑的频道, 我们就是微笑, 那颗纯正的心, 有着一份坚定, 也有着一种举重若轻的大气, 于是他在微笑中修成正果, 有因必有果, 有怎样的付出, 必有怎样的收获, 如果苦修善学, 愚钝之人也能成正果, 如果只想全世禅佛, 必然无法到达真境界, 一动则心动, 念由心生, 心念平和才能智慧过人, 假如为外物所扰, 笑容就会在你杂念顿起的时候离你远去, 自身筑藏着无穷无尽的宝藏却不知道, 常因土一时之快, 心念一起变舞如歧途, 忘失本性的人又怎么能够得到永远的快乐呢? 又怎么能有真正的收获呢? 真正修行的人最要观察自己的起心动念, 所作所谓是否与佛的教会相应, 少批评人, 少说是非常短, 身口一三叶, 口叶醉一犯, 往往障碍了自己与大众的修学, 少发议论, 心中自然清净慈悲, 有些人爱玩儿, 小聪明, 其实真正聪明的人总是很低调, 因为他们知道, 自作聪明只不过是哗众取宠而已, 真正有智慧的人从来不过度虚荣和过度表现, 任何时候他们都知道如何明心智, 一个有大智慧的人, 不会无聊地去和别人做没有任何意义的纠结, 人应该多花一点时间修正自己, 提高自己, 让自己的生命得到释放和解脱, 滚滚红尘, 能拥有一颗慈悲之心尤为可贵, 多一份慈悲心, 世间就多一份温暖, 慈悲应存在于每个人心中, 让那份禅意, 让那朵圣洁的莲花在心中灿烂地绽放, 只要你有一颗快乐的心, 你也可以像蝴蝶一样在花丛中快乐地飞来飞去, 与花儿息息, 以湖水为净欣赏自己美丽的物资, 心态能左右你的一切, 包括成败, 不要忽视自己的心态, 更不要因为心态而使你成为失败者, 同一件事情, 抱有不同心态的人取得的结果可能截然相反, 改变自己的最好方法是拥有积极健康的心态, 抛弃那些消极危险的心态, 将自己的弱势变为优势, 或将自己的优势充分发挥, 财富和金钱不是同一个概念, 人们之所以失忆, 是因为没有看到自己拥有的大量财富, 我们拥有亲人的关怀, 拥有朋友的包容, 拥有路人的相识一笑, 这些都是无形的财富, 健康是无价之宝, 身体是我们最大的资本, 是一个人从事工作, 学习和生活的有利保障, 有健康才有希望, 有希望才有一切, 如果失去了健康, 就算得到了全世界的财富也无负销售, 人们有一种天然的智慧, 只是一路走来被生活魔力的所剩无几, 所以我们才会觉得辛苦, 人若有一颗自然之心, 便能保留一份天性中的智慧, 让人生更加从容而丰富, 爱出者爱返, 福王者福来, 人世间的事情, 有了付出才有回报, 付出越多得到的回报越大, 只想别人给予自己, 那么得到的就会越来越少, 文字可以帮我们记载一些东西, 可以帮我们入门, 但是却并不能替代我们的头脑, 所以不可思读书, 不可尽信书本, 一定要有自己的思想和观点, 让自己的思想自由驰骋, 美德好比宝石, 它在朴素的背景衬托下, 反而更显美丽, 只有美丽的外表, 没有美丽的心灵的人, 就算有再多的知识, 知识也只能成为装饰品, 广行善事, 积累福德, 没有善良之心, 美好生活就会受到伤害, 宽容博大是善事福, 让人静福, 让自己心安, 让世界温暖, 做人不可贪图一时地享受, 或者利益而迷失了自己, 从而毁了美好的生活, 世间人本来就活得不容易, 既要承受种种外部的压力, 又要面对自己内心的困惑, 为了缓解这种压力, 排除内心的困惑, 人就需要修行自己的内心, 给自己的心一片自由的天空, 每个人的心都和佛陀的心一样, 可以伸缩自如, 所以我们要在平日里扩大自己的心胸, 包容天地, 纵横古今, 如果你能把心扩大到无穷无尽的时间, 空间里面, 那就是修行了, 但是要切记, 扩大心胸, 构筑人生, 必须靠自己的努力去实现, 宁静的心境能使人冷静处世, 心平气和能化解一切矛盾, 人生道路上总会遇到许多不如意的事, 是否能心平气和地去化解, 这取决于一个人的心境是否宁静, 无论出身贫贱还是高贵, 每一个人都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 贫穷只能使那些没有报复的人沉沦, 但却能造就那些有志气的人, 生活容不得一点而马虎, 要想在生活中占据主角的地位, 就要有真才实学, 还要有一颗宁静淡雅之心, 一颗宁静平和的心能征服外物, 说服众人, 它才是人们所具有的最大力量, 有句话说得好, 如果你一开始就没有放低身价, 绝不讨好大多数, 其实人根本就没有什么身价, 一切都只是虚幻的光环而已, 物质条件, 权力地位都是外在的东西, 它们能抬得起你, 就能摔得痛腻, 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 这是人们追求的一种自然之美, 这种美在生活中也被人们追捧, 质朴的天性总是能让人感动, 人与人之间应该坦诚一些, 用真心去换真心, 才能建立起和谐的人际关系, 欺骗别人是对别人人格的侮辱, 一个不尊重别人的人, 怎么可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呢? 在与人相处中, 保持天然的本性才是一种无法比拟的美, 我们必须活在现在, 因为只有现在是真实的, 我们只能活在现在, 我们不是为未来在天国中再生而修行, 而是为了现在的安详、慈悲和快乐, 生命无常, 人生几十年看似很长, 其实只在瞬息之间, 面对生命, 我们无暇置身于争斗, 无暇顾念左右逢源, 只在乎是否活出了生命的真谛, 我们不要把事物看得过于复杂, 真理往往是简单而朴素的, 我们应该用一颗平常心去面对生活, 把握生命的每一分钟, 每一时刻, 勇猛精进, 好好珍惜自己的生命, 活出生命的真谛, 现实是客观的, 但因为很多人的心中化解不开, 所以他们的内心会有一份重负, 这负担让他们无法走出过去, 无法面对现在, 因此人们需要化解内心的情节, 需要重新修复自我,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企图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 把所有的烦恼都解决掉, 而实际上, 很多事是无法提前完成的, 过早的为将来担忧, 于事无补, 新的一天总会遇到新的问题, 不要试图透支明天的幸福, 踏踏实实做好今天的事情, 才会留住本该属于自己的快乐, 有时候人的意志过于脆弱, 在某种诱惑下, 人们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幻想, 那些幻想让他们失去了求真务实的本性, 片面地追求利益和虚荣, 当顿然醒悟时, 发现一切原来只是各破碎的梦, 与其如此, 倒不如坚定一致, 从一开始就不给自己幻想的机会, 与真实相伴而行, 心里总是踏实很多, 不着佛求, 不着法求, 不着僧求, 这是无心禅, 不管是有心的还是无心的, 都是真心的, 所以, 既不能跟一般人同流合污做坏事, 也不要标心利益, 要不拘腻于形式, 形式只是外在的东西, 并不重要, 只要一个人能拥有坚定的意志, 保持真实的自己, 形式的存在就是虚幻的, 平淡的绝对的清静, 这才是人生本来的样子, 这才是人生本来的样子, 做人一定要诚实, 谎言只能让自己 的一些东西, 该舍弃的一定不要留恋, 一个人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 不要被自己的贪念所累, 只有放弃了该放弃的东西, 才会有机会去争取更加有价值的东西。